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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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可以做包包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光光夜 歡迎來到我們三傻亂世第六集囉 我們上一集呢 反正就是有送我們親愛的瓜哥跟柳哥他們生日的回禮 在遊戲內的啦 現實的改天在回禮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家好像變得怪怪的 我最近一直掛網 然後在收那些菜 我就發現不知道什麼 怪物就是不知道從哪邊進來 然後我們上面原本有鋪一些玻璃啊什麼的 那個怪物真的會拆玻璃喔 他把玻璃拆掉就跳進來 那還有苦力怕進來 然後就把我家炸爛了 後面這一塊地啊原本被苦力怕炸爛 我已經把它修復了 然後這個屋頂呢 我真的不知道也是被苦力怕炸爛嗎 他直接掃了一大塊喔 還好箱子沒怎樣 而且那個鐵巨人的血量快沒了喔 應該真的是有很多殭屍進來吧 後來天花板都補了啦 那我覺得一直在這邊住我就很不爽喔 因為就一直被殭屍入侵啊 然後又很自閉的感覺喔 所以我決定 今天我們就來搬家吧 哇塞 來來我們在搬家之前呢 再收成最後一次作物好不好 我們這個高麗菜啦 欸這生菜啦不是高麗菜 太像了喔 每次都叫錯 這一次搬家要搬去哪裡呢 其實我沒有特別想啦 反正我就是想要離開這個山洞喔 我想要出去 好好過我新的機身 來 欸這有馬鈴薯了耶 這個馬鈴薯好麻煩喔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它不太生長 可是馬鈴薯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作物之一喔 然後這個玉米啊 稻子啊什麼的 水稻 都很重要 差不多收一收就好了 我們不要在這邊留戀太久 現在天都暗了喔 睡個覺吧 這邊大部分的東西我們就都把它留下來 阿主要先去找一個新的地方吧 來我自己呢 自己是有暫定一個地方啦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地方 我們不會離這個地方太遠了 就在附近 我們之前是不是在後面看到一個彩色的森林 這裡這裡就這裡就這裡 有沒有 這個地方我真的覺得很漂亮喔 你看哇塞 全部都是這種彩色的感覺喔 那我想要找一個好地方居住 那邊有一個 祭壇耶 趕快再去看 這裡我家好近喔 我已經把這裡開始當我家了 就這個地方啦 這個地方有沒有 附近也有水啦 然後又有很多很漂亮的樹木的顏色 我決定了好不好 我們就住在這個地方好了 這邊挖一個空間出來吧 等一下等一下 我現在在附近看一下 這附近有沒有洞穴之類的 因為我在之前的那一個家呢 他旁邊有一個地下洞窟喔 有夠草的草 不是一般的草喔 來這裡 哇塞這裡有洞窟耶 這裡勒 這裡也是一個小洞窟 好像沒有往下鑽嘛 好沒有往下鑽就沒有很深 沒有很深我就還能接受 我很討厭我家下面都是那個怪物的聲音喔 我會發瘋喔 就在這個地方好了好不好 為什麼會有爆炸聲啊 在這個遊戲很莫名其妙耶 走一走都會聽到爆炸的聲音喔 可是你就找不到是誰在爆炸 來這裡挖出了一個空間 那我們就來吧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建造小屋 不是用一個很像就是一個設計圖嗎 聽說那個設計圖 唉唷 聽說那個設計圖可以變成 大的 來我們在這一階這邊打一個小屋兩個字 有沒有有沒有這邊有一個 這個初始小屋 這個建造的方法就是拿一堆木材堆 然後壓縮石頭跟這些東西 壓縮石頭很簡單 隨便找九個石頭合在一起 就是他了 這個木材堆很簡單 隨便找九個木頭弄在一起就是他了 那這個初始小屋呢 用三張 可以做成一個豪華小屋 瓜哥跟我說是豪宅啦 希望不要會錯意喔 我相信應該是豪宅啦 因為我們一張設計圖呢 他就有一個還不錯的家了 那如果有一個三張合在一起的 應該夠大了吧 我就是想要住大房子喔 來我們要做三張那個圖出來 所以要用 九個木材堆喔 然後再拿石頭 這個他這個石頭 我們不知道夠不夠 這個鵝卵石 不知道可不可以耶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鵝卵石九個弄在一起 壓縮鵝卵石 不對不對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可能要拿去燒吧 我們燒到看 來瓜哥加入遊戲了耶 阿冠怎麼了 瓜哥 我要你的道場面線 噁心 不是啊我是要提醒你 你是要噁心我吧 不要蓋跟阿瑪一樣的高級小屋喔 柳哥已經蓋了 那我們怎麼辦 好我們去看一下柳哥 來來來 我們看一下柳哥的豪華小屋好不好 柳哥下面還有一顆大蛋蛋喔 柳哥的豪華小屋 噢 怎樣什麼意思 所以是這一間是不是 還是這一個 這個是柳哥的豪華小屋 什麼 等一下我說好不能一直來逛人家家裡啊 會爆雷啊 好各位我剛剛已經先去偷看柳哥的豪華小屋了喔 那我們盡量 不要跟他撞到一樣的小屋是吧 好小屋應該有很多的選項可以選啦 所以應該是還好吧 來 我們剛剛瓜哥還有給我們一些石頭喔 應該夠了吧 拿石中 然後床 工作台跟熔爐 壓縮石頭放兩側 最後下面再放一堆木材堆 有了有了 三張出 這裡 兩張 三張出石小屋就這樣出來了 最後我們再把三張出石小屋 重疊在一起就變一個豪華小屋 搬家吧各位 來我們先 我們來看一下 他應該會意識到 我要來睡覺了 我相信他 我們不需要 用言語的表達 他也會 趕快去床上睡覺的 來吧 我們就等他一下 有 有沒有 瓜哥只讓我們等了不到十秒 果然是我的瓜哥 瓜哥提醒我們 千萬不要跟柳哥撞到一樣的喔 要讓觀眾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交給我了 來 就這個位置吧 我們可以預覽吧 我記得 我們先放在這邊 然後 哎呦 什麼東西啊 他有很多種的嘛 這個 三木小屋 相思木小屋 這個就是柳哥的樹洞吧 那個奇怪的洞 柳哥有兩種喔 柳哥就用那兩種 這個 我也不喜歡 這個 這個好像好一點對不對 這看起來比較大間喔 好吧 他還可以添加箱子 預覽看一下 預覽的話 這個是門口這樣進來 然後 我家就會出現在這邊 前面有農田啊 什麼的 然後就會進來我家 好像 還蠻大間的吧 應該還算可以 我們把它現在靠這邊一點 來 現在這個位置勒 好像差不多喔 好像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這邊好像 怪物真的不會進來嗎 我都懷疑了勒 還是我可以添在空中啊 如果我在空中 預覽會變怎樣 哇塞 這什麼情況 喔 他會自動幫我生成一塊地上來耶 然後裡面勒 裡面還有這個 這個是 是什麼啊 好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好我決定了好不好 我們就把它架在空中吧 來 因為這個樹葉呢 你是沒辦法直接點樹葉 在這個空中建造的喔 可以耶 馬上被打臉喔 預覽一下 就這裡了 就這裡了 好好好 什麼東西啊 就決定是你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想一下 架在空中有什麼不好的嗎 欸 有什麼好的嗎 至少不會被殭屍清洗 然後我家又很明顯 喔 聽起來沒有壞處 預覽一下 OK 各位 就是這裡了 建造 我家出來了 你看看 這個樹木是怎樣 這個樹木直接變成我們家的支架耶 你看 直接變成柱子耶 直接幫我們頂在空中喔 欸這樣不錯 真的不錯 你看這樣子地上如果有那個 因為我們下面不是街洞窟嘛 所以就不會有很吵死人的聲音了 而且殭屍也不可能跑到這麼高的地方來喔 整體來說都是很讚的耶 那前面呢 這邊還是不夠我們家的農田那些地喔 沒關係 到時候我們把我們下面弄成整片的農田 不知道各位覺得怎麼樣 我們現在到時候整個把它殘掉 地下農田的感覺喔 來我們進來我們家參觀一下 哇塞 兩張床跟誰啊 跟灌灑 這有東西嗎 沒有 出屋下面的東西 他這多了鍋斧喔 一般的小屋是沒有鍋斧的喔 這邊咧 這邊有什麼 這邊有一個 喔地下室 哇喔 哇喔 有地下室耶 喔這也是漁谷是不是 一罐 沒有這 沒有漁谷 因為我們沒有連接地面 所以沒有漁谷是不是 我們這個家下面已經沒有漁谷了 因為我們沒有連接地面了 沒關係啊 我們也不需要漁谷 沒有漁谷 無傷大雅 殭屍的聲音 你在幹什麼 你在偷看我家 偷虧狂 走開 來封起來 然後這個裡面應該是空的啦 都沒東西 欸不錯耶 他已經幫我們建造好一個模型了喔 這是我們的地下室 還有二樓嗎 二樓是頂樓喔 喔頂樓也是一個空間 到時候我們再來整理一下吧 這個小屋的外觀 說實在話 我還算蠻喜歡的喔 只是那個 這個像這個有沒有 這個就很像監獄喔 我們先把我們東西全部搬回來好了 真的不錯耶 欸我們要搬東西的話 先把剛剛那個 那個什麼背包拿出來吧 來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吧 然後再隨便拿四個羊毛 跟四個皮革 這樣 欸相反了 四個皮革 四個羊毛 有了基礎背包 然後我們這次說呢 我們想要弄另外一個什麼 十二個升級點數的 這個 負重升級 注重升級 好吧 我們試試看試試看 然後他變成金紙的也要再一個喔 所以我們就做兩個這個什麼空白升級的東西好了 紙是很多啦 線應該是有吧 有十一條線 十一條線 來好像木棒放中間 然後紙放旁邊對不對 最後再放線在側邊 可以做 我們要做兩個出來的樣子 來兩個 之後就是拿出一大堆的鐵錠 放一個在這裡之後基礎背包 喔有這個 這個有加比較多嗎 不知道 我們不管 直接把它升級到金紙的 哇賽 金色的土豪金 有比較多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啊 欸那這樣子帶這個 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 算了算了算了 觀眾知道的話再幫我回答一下吧 來首先把身上的食物全都帶走 這個食物太重要了 我私下真的很努力在做這些食物 為了不要讓另外兩傻惡道 我是非常認真的在收集食物 我們家在半夜的時候也是 很明顯的 應該沒有殭屍吧 這地上送我一大堆這個 這個叫什麼 應該是很ok 應該不會有殭屍 我們家樓下可能有殭屍 但是殭屍也是上不來的喔 算相當的安全 來放一個箱子在這裡好了 我們食物呢 就直接擺吧 應該不會有人闖進我們家啦 各位 經過我們一番努力之後呢 只有食物搬回來而已喔 我稍微把這邊的馬鈴薯都種滿了啦 因為我覺得馬鈴薯太重要了 那大部分的東西就一樣 是這幾箱喔 就是 種子啦還有一些作物喔 都先把它搬回來 那我們家外面 我剛剛說的很像監獄的那個 我已經把它換成了這個玻璃片了喔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看一點 我今天就是換了一個 沒有辦法被殭屍入侵的新家了喔 非常的開心喔 那我們就有那個家呢 我應該也不會把它拆掉啦 盡量也是可以帶走的東西 我就會盡量把它移過去喔 那很多的東西呢 應該會繼續保持在這邊吧 至少這些動物呢 暫時我也不知道怎麼帶去喔 要慢慢牽也是很麻煩 要拿小豬背包慢慢備也很麻煩喔 到時候再說 而且這個家呢 雖然說殘破不堪了 但是 還是有滿滿的回憶喔 雖然拍的集數沒有很多 但是還是覺得拆掉很可惜 那我們就不拆它 盡量把一些東西搬到我們新家去 然後在我們新家那邊 做出一些新的東西吧 那還有什麼問題或是建議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那我們這一節美容 插爆這個結束 結束了 如果小朋友記得 不要喜歡 那就喜歡我們三個最新 發布的影片 訂閱我們三個吧 那一半也被分享 給你覺得會喜歡 殭屍無法入侵的豪華小巫朋友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掰掰 掰掰 我們家的這個地下室下面 是不是就會有一大堆怪物啊 好快走快走快走 啊